賴老師這個昨天晚上 華爾街有反映 這個通膨的CPI來到2.9% 就是比3%低一點點 不過這個CPI在食品跟房租的價格 都還是在一個相對歷史的高檔 所以美國的中產階級 跟為什麼鐵鏽帶的選民 事實上會搖擺 其實其中一個核心議題是通膨 那這一次川普跟賀錦麗的大選當中 事實上雙方要爭取的 也是這一些相關的選票 其實以現在來看 就是說如果看這個有關議題上面來講 川普和賀錦麗來相比 在這邊川普領先賀錦麗最有優勢的地方 就是選民認為川普他經濟方面 他比賀錦麗要強很多 那基本上來講幾乎是2比1的比例 認為這個川普比較行 那所以說包括拜登在內 現在要做的以及他很多的宣傳 就是在於說 美國的經濟現在已經開始好轉了 沒有那麼糟 那包括說現在的這個 有關通膨他有在 並沒有這樣急升 他還在緩降 但是呢實際上如果說 你問到美國他的現在失業率 他的4點多 還是現在大概是 過去這3 4年來最高的一次 所以說大家還是感覺相當有感 不過回過頭還有一些 講到這個賀錦麗的問題 就是說 當然賀錦麗上來以後 讓整個民主黨 他的整個士氣大政 然後開始這個拜登和這個 川普他們之間的差異呢 的這個民調的差距開始被賀錦麗上來 迅速的彌補了原先之前的這樣的一個落後的局面 所以現在在很多的地方 基本上賀錦麗和川普 基本上大概就是一個雙方間 那個並駕齊齊的一個情形 特別是在有關於搖擺州這裡面 那目前也看到是包括像密西根 包括像威斯康森 像這兩個州很明顯的這個賀錦麗 已經有一些小部的領先 雖然說都還在誤差範圍之內 那當然拜登他在 對不起就川普他在其他的地方 包括像賓州 包括像這個北卡 或者說內華達 以喬治亞這些地方 他都還是在領先 但基本上川普他領先的幅度並不是很大 也都是在誤差範圍之內 所以目前看起來似乎就是賀錦麗的確是很成功的 把這個民主黨他的這個士氣帶回來 和川普之間的差距 變得就是說可以有放手一搏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可是現在一個問題就是說 當然賀錦麗現在這個黃金蜜月 他大概還會一直到這個8月19到22號 就是下禮拜 民主黨他們全國黨代表大會 那個時候 那我們是我們預期大概跟著賀錦麗這一波的這個強力的支持 還會到這個地方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就是說 賀錦麗他在之前 包括川普在攻擊他 你為什麼都不接受電視的訪問 你為什麼都不接 不願意接受媒體坐下來給你的專訪 因為上一次賀錦麗他坐下來 接受專訪在6月24號 那個時候拜登還並有說他要退出這個選舉 那現在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賀錦麗上來以後 結果讓這整個選舉的主軸過去是拜登適不適任 現在變成川普你喜不喜歡 所以說整個選舉主軸就變成這個 對於這川普仇恨局他的那個選舉 那所以說在賀錦麗他在這選戰策略裡面 現在似乎是我只要盡量不要去講什麼話 不要把焦點引到我這個地方來 讓整個川普反正一天到晚會講話 讓整個選舉的這個重點 是在於說你到底喜不喜歡川普 你喜不喜歡川普來擔任這個總統 作為這樣的一個主軸 那這個主軸的確是讓賀錦麗他的確 他在這個幫助整個民主黨上面 有出現一個效果 所以我打算說 賴老師你認為選舉變成一個對川普的公投案 就是挺川的當然會去認真投票 可是反川的就趕快要認真投賀錦麗 是這樣嗎 現在的確策略是在如此 那回過頭來就是說 因為賀錦麗上來以後 當然也讓這個選舉變成 這是世代的對決 在過去是兩個老人 現在起碼一個差20歲 所以感覺有世代之間的一個差異 可是現在回過頭來 因為賀錦麗他就是不願意 讓這個選戰主軸偏離 那變成這個賀錦麗本身 他要跟川普來鬥爭 而是讓就挺川後 反川他們之間的一個對決 但現在關鍵是民主黨 他黨代表大會的時候 賀錦麗他總是要發表演講 他總是要發表 他這個接受提名 他的一個重要的演說 那在這個演說裡面 有關重要政策 他就必須要排舉立場 其實如果說看在這個2020年 那個時候賀錦麗 他也不是沒有要去參選過 因為他那個時候 也是眾多民主黨內部 想要參選總統的人之一 但關鍵是賀錦麗在那個時候 連初選都還沒偷 他就drop out the case 他就沒有再繼續參與 那結果現在大家開始在分析 為什麼賀錦麗在四年前 他會離開 因為發現說賀錦麗 他在那不敢採取立場 那時候民主黨裡面 有比較左邊的 例如說Eleven Warren 或者是Bernie Sanders 他們是很強調 這個進步的這個價值 那也有在比較中間偏右的 例如說像那個Beat Boudic 以及其他人等等 那在賀錦麗大家看到說 你是加州出來 但是你又有執法的背景 那你又是檢察官 為什麼你在law enforcement 這個部分 你不願意去講什麼話呢 很明顯是賀錦麗 他自己拿不定主意嘛 他在這個地方 他相當程度 他沒有把他自己 最重要的賣點拿出來 當然也有人講說 因為那民主黨裡面 這樣的賣點 就是沒有辦法去處理 可是這邊就牽涉到一個問題 為什麼賀錦麗 在當時初選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去把你自己 本身特別的商品的這個品牌 把它拿出來 所以當時來講 就很有這樣一個問題 那現在剛好又出現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賀錦麗他的團隊 好像裡面也在那互相打架 而這個團隊打架 實際上不僅這個時候有發生 不是說因為拜登 或者說是賀錦麗自己團隊 互相之間競爭 而是賀錦麗自己管理的問題 因為在2020年的時候 就已經傳出 他的內部的團隊裡面 他競選總幹事 和他的妹妹 兩個人之間在那邊互相在打得很厲害 他的妹妹要賀錦麗走向那個進步價值 那他競選總幹事認為說 不應該這個樣做 所以雙方之間也是在鬧得不可開交 然後跟著賀錦麗變成副總統的時候 據說他副總統辦公室 在2021年的時候 就已經傳出就是說 裡面有非常多 他們講說非常霸凌 然後abusive的這樣的一個傳聞出來 甚至在2022年的時候 他一個最得利的這個 他辦公室主任 他的幕僚長辭職了 因為沒有辦法管理嘛 所以說現在來講 當誰的賀錦麗現在開始逐漸變成焦點的時候 第一個他過去他的競選 他過去所出現的問題 大家會問說會不會在這次也重演 第二個就是說 他在過去他管理的 這個內部行政管理的能力 他到底有沒有 沒有因為這發生在他的競選的時候出現 同時也在他變副總統的時候也有 那現在呢 現在傳出這個訊息的時候 到底這賀錦麗他在進行這個全國性的選擇 即便只剩下這100天 那在這個時候他有沒有辦法去管理 以及去很有效的去營造出這樣的選戰的氣氛 因為他會看的是說 如果你100天選擇都做不出來 你到時候怎麼管理這個國家 所以我相信在8月19到8月22號 這整個民主黨他黨代表大會 有關賀錦麗之前 因為現在是反川的風啊 那在集結 那所以說賀錦麗本身的特質就沒有被大家在檢視 但是隨著這個民主黨黨代表大會 賀錦麗必須要去發表演講 同時賀錦麗他也必須要在很多的議題 他內部管理上面會被大家檢視的時候 我覺得這些問題就開始會出來了 而且很多議題很尖銳嘛 譬如說以色列 以色列的議題 賀錦麗希望他們停火 但是納坦雅胡就加碼了 大開殺戒啊 類似這樣 然後譬如說川普在嘴邊界 那辯論的時候一定問他 好你的邊界政策是什麼 移民政策是什麼 就是說很多議題 就媒體的宣傳可以包裝 可是包裝到一定程度之後 在某些情境下 事實上還是得攤開來 沒錯啊 所以說9月10號相信 包括像這個以哈的問題 邊界的問題 移民的問題 當然川普一定會講經濟 然後講賀錦麗很笨 對 那這些大概都可以預期 沒有這都可以討論 譬如說川普說他要 這個拿關稅當工具 然後事實上讓美國最大利益化 那賀錦麗贊不贊成 還是贊成適度性的關稅 就是說有些議題它是一個非常明確的 你也可以 say no 你也可以 say yes 可是他不可能 所有尖銳的議題都閃躲啊 那閃躲如果有一天普丁動了 核武了 那請問美軍要如何反擊 請問三軍總司令要如何下達 這個最後的命令 譬如說以俄物來講 拜登就說我不讓美國士兵進戰場 但是他讓一大堆北約的傭兵 去當影子帶大 可是他至少 他至少確實做到我們傳統認知的 美國大兵沒有在戰場上啊 以前他們反越戰的時候 他們都覺得美國大兵 很多人都受傷啊 犧牲生命啊等等啊 那個是我們傳統對美國大兵的認識 即使是在伊拉克戰爭的時候 也有很多美國大兵直接進戰場啊 那拜登最後的決策就是美國大兵不會進傳統戰場 那但是美國可能提供後方的協助 或者北約相關系統的協助 我想其實像這些問題 因為賀琪到現在 通通都沒有對任何重要政策議題 有講過任何的話 他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到底你喜不喜歡川普 對不對 那我覺得像這些 第一個就是民法黨內亞大會 他講完話之後 以後所有的有關於對他的這個訪問 就會開始跟著過來 他迴避不掉的 特別是在9月10號 起碼那時候一定會有辯論 辯論你一定要迴避 辯論的時候 馬上到底你有沒有 那你的立場是怎麼樣 馬上就會出來 所以我覺得賀錦麗現在的這個狀況 就是說 他的蜜月期大概快過了 那那個接著就是要開始亮牌 現真章 到底你有沒有料 等等這些問題 所以說賀錦麗他有沒有辦法 持續一直站在反川普 或者是說 對川普公投的這個角度 來持續在run這個選舉 我覺得可能9月10號 就會完全不一樣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